好 上课了 同学们打开教材 咱们准备开始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咱们今天一起来看过去周里面 值得关注的消息 首先就是新一代手机换代的屏下摄像头 那么中兴这边在发布之前 也好好的吐槽了吐槽其他厂商 某些厂商的水滴 更多厂商的挖孔 这些都是钉子户 又厚又重又卡又炒的 电梯户 这些都不行 都是过去式 那么这款产品即将在9月1号 就和我们见面了 大家可以猜一猜价格 大家觉得首款屏下摄像头的手机 你猜价格是多少呢 那么小米也发布了说 自家的第三代屏下相机 预计将会在后期上市 不过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关于屏下摄像头 咱们之前也聊过很多次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讲白一点 就是在显示屏下面 再放一个摄像头 能不能够拍得出好的画面来 取决于你在遮挡镜头的这个部分 如何去处理 因为你屏下摄像头最重要的是拍自拍 对不对 咱们来看一看 如果我们要拍个自拍的话 什么效果 然后我们用这台手机 我们假设这台就是台屏下摄像头手机 咱们拍一拍试试 我们首先正常拍一张 正常拍出来就是这样子 这没啥说的 那么我们把它变成屏下摄像头手机 注意看 这个是原片 这个是我们正常拍的 然后我们切换到屏下摄像头这一张 看到吧 这个假设我这个就是屏幕 那么镜头在里面向外拍的时候 出来的就是这个画面 对吧 能不能拍 能拍 但是因为有遮挡 所以画面不清晰 大家关心的当然是iPhone12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时间方面很有可能会推迟一个多月 大概它是在10月末 以及10月初 另外苹果可能会召开两场发布会 其中一场是给iPad和Apple Watch 那么它时间可能提早在9月份 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汇总的信息 苹果应该会有两场发布会 然后当然就大家关心 本次苹果iPhone12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 配件方面 最早先的话 我们知道啊 苹果呢 会去掉充电器 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 不光是去掉充电器 很有可能连数据线都给你去掉 是吧 当然我这个不是很相信啊 我觉得还不至于啊 总得一步一步来是吧 步子太大 容易扯着 新款的关于苹果 iPad的消息啊 目前来看的话呢 有可能苹果会推出一款 变形版本的iPad Air 啥意思呢 大家看到这个啊 外框看上去好像是iPad Pro 对吧 和这外框差不多 但是当我们看到它背板的时候呢 它却只有一个摄像头 那你这面面只有一个啊 那这显然这是一个新设备啊 对不对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它推出了iPad Pro 迷你版 第二种可能 可能性更大啊 就是新版的2020款的iPad Air 将会使用iPad Pro的外观 好 那么还是关于iPhone 12 iPhone 12的话呢 大家都很关心它的配置了啊 外观方面咱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就是这个 这个 趋于扁平化的外观 配置方面 更多的人还是关心的 首先呢 就是最新的爆料来看呢 至少iPhone 12 Pro Max 也就是最高配的那个版本 会有高刷新率 并且是120赫兹 超高刷新率 另外呢 就是在之前iPad Pro上面呢 增加的那个雷达传感器 这个可用软件 实在是太少了 目前得到的这个新的曝光 这个版本呢 iPhone 12上面 将会继续引入这枚雷达传感器 那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也就佐证了 在苹果的iPhone 12上面 仍旧会采用三摄 而不是四摄 还有呢 就是这次 是四款机型 分别是iPhone 12 也就是最便宜的这款 售价预计在5500到6500之间 iPhone 12 Max 尺寸大一些 价格贵一些 售价在6500到7500之间 而后呢 就是iPhone 12 Pro 小屏幕的这个版本 售价在8500作用 在最后呢 就是iPhone 12 Pro Max 价格呢 应该是在9688元 库克在过去十年 都是长时间 作为苹果的一线领导 使得苹果呢 从原来的一家 算是这个 有声望的企业 变成了如今全球 市值排名第一的超级巨头 2万亿的市值 这可不是开玩笑 当之无愧的科技霸主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库克的和苹果的十年合约 就剩下明年一年了 来吧 大家给库克在过去十年 在苹果 他领导的一个表现 打一个分数 满分十分 你们能够打几分呢 库克每次发布会都是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hank you 华为Mate 40 这也是很多同学关注的 外观部分基本确定 就是Mate 30的背板 加P40 Pro的前面板 构成的 然后宝壳这边 也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大家猜一猜吧 你觉得这个华为Mate 40上面 有可能有耳机接口吗 你觉得可能有耳机孔 耳机孔回归打一个E 你觉得不可能打一个 尺寸方面的Mate 40 Pro 还是更大一些 Mate 40呢稍小一点 并且Mate 40 Pro的话 采用这种超大R角的配置 这边还有华为进军主机端 就叫昆鹏台式机 但是你看它的配置的情况 以及外观的情况 显然针对的是特殊行业 正企用户这些 应该不是针对咱们C端的用户 包括它还有光盘 显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里面 但是需要这个光盘去插入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新机方面还有一款 是20年的9月9号 摩托罗拉将会发布一款 全新的折叠屏机器 那么目前应该说 它应该就是之前那款 应该说就是之前那一款 让人非常惊艳的折叠屏V3 它的一个升级版 第一个要升级到5G 第二个可能外屏 是不是也许会更大一点 包括中间这个折叠屏 是不是会更加耐用一些 这些都是我们期待的 新机方面还有RTX30系列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2020年末了 对吧 老黄也准备好了 RTX30系列 大家看从体积方面 相对于20又进一步增大了 以前咱们这是个电磁炉 小灶台 现在变成个大炒锅了 是吧 预计不贵 13000到15000左右 初期 后面再说 是吧 大家来猜猜吧 你觉得RTX30系列 多少钱你能接受呢 好了 关于这个科技美学 过去一周的盘点内容 咱们也就聊到这里完成了